开创如生中情善和 在甘吉地区被称为民主马祖母的可适限普通 甘吉市本法教与中政统可适限教育事务基金会 计量可适限普通 四世三十七年计量日 由甘吉市民官善学团以及合唱团演出 希望透过有这个阴格内涵 来想起可适限普通 对甘吉市政以及台湾民主的统构共和 今年6月30日是可适限普通四世三十七年计量日 各自政府文化教育及中政统 可适限教育事务基金会 邀请各自民官善学团以及合唱团 以计量严格会方式并会计方案情操 可适限普通丢行与救世 在台湾政团創下维护历史 台湾第一个辅入会理事长 第一位入省中后校长 第一位入省是参议官 第一位入省广合市长 第一位入省新合市长 先来四个台湾新议官 以及最高票 当参计会委员 许世贤博士是我们第一位 家喻市恢复省辖市的第一位市长 他的政绩 他在台湾民主的奉献是非常的多 所以很多人到现在还一直怀念着 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 大家群聚一堂在这里欣赏一场音乐会来追思他 今天嘉义市的进步 台湾民主的进步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觉得今天有两位前任的市长 张伯雅张市长 以及张文英张市长在这里 我们跟所有市民在这里聆听 借音乐来梳解我们对他的怀念 市长一欣赏爱民 清凉公正 关于台湾 严谨出色 为市民所请党 可适限迫属比尊威 加姨妈祖母 今年非常感谢我们嘉义市民 感谢嘉义市社区大学 更感谢嘉义市政府以及文化局 相信以这样的有水准的 有议文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纪念一位为我们嘉义市 以及为我们全台湾社会 政治以及在医学上面 都有贡献的去实现博士 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 而且是值得令人感念的音乐会 可适限迫属纪念音乐会 以高典亚真实电影明习 以及台湾歌谣 应该是要求新立音乐 希望透过有这个音乐乐阳 免败的可适限迫属纪念 对嘉义市建 以及台湾民主的组国抗议 这一期视频 小明东 嘉义市 蔡凤博登